接下来是今天的挨精选的话题 我们来看看美国的部分 乔治亚州举行了联邦参议员决选 民主党现在在乔治亚州的部分 两席全部拿下来了 媒体报道 现在拜登可以说是完全执政了 来看看乔治亚州的总统选票的部分 那么川普是拿下了 49.3%的支持率 拜登拿下了49.5%的一个支持率 在乔治亚州的选举人票的部分 现在肯定了是拜登拿下来 那么在乔治亚州的参议员的部分 之前这个州的候选人 是没有取得过半数选票的 所以昨天就进行了第二轮的 也就是昨天是第二轮的决选 那么最后的结果来看到 两个民主党的参议员都大获全胜了 这两组的候选人 都是民主党对上共和党 第一组是奥索夫 对上了共和党的怕度 那么民主党的奥索夫呢 现在拿下了50.4%的一个支持率 那么另外一组候选人 这里是值得关注到 他是民主党的华诺克 对上的是共和党的罗夫勒 那么他的支持度也是获胜的 所以现在华诺克呢 也成为了乔治亚州20年来 第一个民主党的参议员 同时他也是乔治亚州 第一个党选的非洲裔的参议员 那整个参议院呢 其实原本是共和党掌控的 因为参议院的席次 有100席次嘛 那么现在转为民主党 具有比较大的一个掌控权了 共和党跟民主党呢 其实现在的席次是50席比50席 看起来是势均力敌 但是呢 在这样势均力敌的情况之下 贺锦丽身为议长的 他就具有关键性的一个票数了 他的关键性的票数 当然是给民主党啦 所以现在民主党重新 重长了参议院的情况 所以媒体才会报道 现在拜登可以说是完全执政 那么昨天在美国国会之外 也聚集了大批川普的支持者 向华府来抗议 好几千个执法人员 都在现场周边来警戒 但是川普最终还是输了 川普的嘴上还是很硬的 川普怎么说呢 他说他永远不会承认 他败给了民主党的拜登 他说选举存在大规模的舞弊情势 他说我们永远不会放弃 我们永远也不会认输的 这是昨天川普的一个最新说法 那么昨天看到了大批的支持者 为了这个选举 反对选举结果 在华府周边集结抗议 没有想到情况 后来是完全失控的 很多支持者愤怒的情绪之下 他们硬闯国会大闹 议员连忙休会逃离现场 还有个女川粉在混乱当中 中枪身亡 晚上六点宵尽时间一到 警方开始驱散群众 一度动用催泪弹和闪光弹 天黑后只剩下少数支持者 仍留在现场 但不久之前 国会山庄内还是一团混乱 议员躲在二楼远远派着楼下警鸣 对峙的惊险画面 议事厅内警方持枪戒备 因为虎视眈眈的支持者正准备硬闯 由于抗议群众长驱直入 参众两院被迫修会 议员们在警方指挥下急忙 戴上防毒面罩逃难 至于成功闯入的川粉 有的坐在议长办公桌前 还有人占领主席台 嚣张拍照 原本号召支持者六号到华府集会的 总统川普也赶紧拍影片 呼吁支持者冷静 但因为他还是坚称选举舞弊 影片又被推特禁止转发 为了阻挡群情激愤的川粉 国民山庄内部 已经暂时恢复平静 但美国各地还有川普支持者聚集抗议 而各国元首则是纷纷表态 谴责暴力行为 并且呼吁应该尊重选举结果 昨天不少川粉闯入了国会来大倒破坏 那么拜登比川普还要早露脸 他发表了谈话 他痛批川普的支持者掀起了这一场暴动 要川普管一管这一大群暴民 另外在疫情方面来看看全球呢 这一场战役要持续多久 英国人数现在又增加了 而日本还进入了紧急状态 在中国呢 现在疫情似乎卷土重来了 在中国的方舱医院2.0的设计图 还有3D图 也最新曝光了 我们先来锁定一下全球的一个确诊数字 全球确诊数字是8754万例 死亡人数还是一样超过了188万人的死亡人数 那么每天增加的人数里面呢 美国增加了21.4万 注意到这个是一天24小时之内 美国增加了21万4千人确诊 那么在其他国家的部分来看到的是巴西 巴西确诊的数字也暴增 6万2千个确诊数字 还有在英国的部分 英国现在也增加了6万2千个确诊的数字 我们其中来带您看到英国这个数字 英国的确诊数字 这个数字确实成为了2020年4月 去年4月以来的最新高的一个数字了 因为一天就增加 原本是5万多人的增加幅度 那么现在一口气都增加6万多人 那么英国要怎么样来面对呢 英国的卫生大臣韩考克他就说了 他说如果不在当地实施第三度的封城 医卫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 恐怕会承受非常大过大的压力 他说到时候呢 一旦压力过大 医生必须要被迫采取佩脊式的医疗行为 什么叫佩脊式呢 也就是每个病患不是都能生病住院 在很多人都感染的情况之下 医生必须去选择病患 要看看谁能接受治疗 谁必须被拒绝 这个当然是当地政府很不想要看到的状况 所以他才建议可能要第三度封城了 实施一个更铁腕的一个措施跟政策 而另外在英国的下议院 其实就以视讯的方式在进行辩论 要进行什么辩论呢 他们要讨论一下 看看第三度的封城令 能不能够用强制立法的方式来施行 而这个封城令呢 实施的日期来看到这个数字 可能要实施到比较晚了 要到三月三十一号才能结束了 而刚刚我们还讲到了一个国家 叫日本 日本现在的确诊数字呢 其实也已经超过了二十五点二万例了 那么死亡人数在日本 也超过了三千七百一十多个人了 一都三线包括了哪里 东京都 千叶县 奇遇县 跟神奈川县 这一都三线是前几天 我们就开始注意到的 因为他们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 也就是要管制一个月的时间 从一月八号开始一直管到 今年的二月七号 维持一个月的时间紧急事态宣言 哪些部分呢 有最新规定 好 当地规定民众八点以后不能出门 娱乐设施八点一定要全部关闭 大型活动在八点前一定要结束 另外参加大型活动的人数 也要进行容量限制 不管怎么样 在这个总的容量里面 不能超过一半以上的规定 那么还有不能超过五千个人 这个是最高的人数限制 那么日本当地的公司 七成的民众必须要采取远端工作 这个之前日本的紧急宣言对象 也就是刚刚讲到的 只有一都三线 但是今天最高的状况是 有一个地方是不是也要加入 其中加入管制行列 这里是哪里呢 可能就是新的 艾滋县 艾滋县多了三百多个感染者 所以艾滋县可能也要追加 列入这个新的管制行列了 而另外一方面 我们来看到的是中国的部分 那么中国确诊八万七千两百一十五例 死亡的人数现在是来到了 四千六百三十四例 那么山东省的官方出现了一个 紧急的临时应急的方舱式的医院 现在同时也列出了一些设计规则 这个称之为方舱医院2.0 新的设计图曝光了 而且还有三D模拟图细分出了 这个医院里面很多个区域 这里头哪些区域呢 有在这个很多部分的 部分有抗症功能 年限不能超过十年 不应该选用受灾建筑等等 在中国大陆这个地方 山东出现了方舱医院的2.0 那同时除了山东之外 我们来看看河北 河北石家庄这里是值得大家关注的 因为昨天呢 在中国传出来 疫情最近再起 石家庄就增加了 14个本土的确诊个案 而且民众还拍到了这个画面 刚刚这个画面是一大群的 生化部队出动 正在前往的就是河北 一次是要进行消毒